王者丑生 哈囉 龍龍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潘瑋柏 這次其實是發行了 我的第十張個人專輯 叫王者丑生 所以目前希望大家有找到 有聽到或是看到你們自己喜歡的一些音樂 那這次王者丑生其實是 從一個藝人的一個概念去研發 演想出來一些專輯的概念 所以希望大家會喜歡裡面的各種的內容 我覺得自己把自己想辦法把那個 把那個瓶頸弄大一點就可以穿過去 因為我覺得就是自己要去看怎麼看破吧 我覺得所以自己去調適 然後去找一些新的可以增加在自己上面的一些 一些想法吧 我覺得這是我每次碰到平行可能會去做的事情 最熱衷籃球啊 因為籃球還有四足賽都要開始了 所以就是目前在熱衷這兩個運動 部位應該是鼻子吧 看眼睛吧 看眼睛 我覺得眼睛會透露出一個人 他是什麼樣子想法 或是他的智商程度在那裡都差都有可能 像我就有時候會呆呆的這樣子 當然會啊 累的時候我相信很多朋友們都會打呼 專輯裡有一首歌就叫打呼 是 看是要準備發片還是沒有準備發片 如果沒有準備發片 我就會出去買東西吃 如果是要發片就會真的克制 然後就是少吃甚至是不吃這樣子 手機錢包鑰匙 手機錢包鑰匙 沒啦 如果我真的要重新過人生的話 老天爺可以試給我 我會想要去好好的學樂器 對對對 因為我現在會做音樂 但是我不是用樂器的方式去做音樂 我是用別的方式 所以我希望自己是一個很會彈鋼琴的 或是吉他的這樣子 我嗎 拍濃濃 當然會 然後其實希望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腳本 我覺得那是最重要的 所以可能自己在這邊方面 有一點比較追求完美一點吧 但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也可以在這期間多充實 譬如說像音樂錄影帶 就會有一些演戲的方式去呈現 所以應該盡快 很快就會有新的戲劇跟大家見面 其實每當專輯我覺得都是一種突破 尤其是這幾年我覺得自己在音樂上的內容 整天蠻多的 所以我也沒辦法說一定說 因為像這樣新的一些風格 可能都是從上次金鐘獎的一些事情 然後讓我有新的一些人生體驗 所以我也蠻希望有更多的一些人生體驗 才可以加在音樂裡 所以我也沒有說特別要去做什麼 但我蠻希望話語舞曲是可以在 大家可能就是在這方面 可以多一點認同感 然後讓我們話語舞曲可以走到國際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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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讓我們看見 我們看見